欢迎收看本期《嚣张有话说》 在抗战期间 有这么一支来自西北的骑兵 征战在北至隋远 南抵安徽 江苏多省的前线 区别于其他地方军队 这支来自西北地方军队 是以回族为主体组成的 更加增强了这支部队的神秘感 本期 各省地方军队抗战系列的视频 让我们一起走进抗战时代下 来自青海、甘肃、宁夏的马家军 青海、甘肃、宁夏三省 地处中国的西北地区 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位置 导致历朝历代这片土地的发展 都受到制约 历史上处于中原和塞外的接壤地区 使这片土地 孕育出多民族、多文化的独特风情 在青海和宁夏省内有大量回教徒的清真寺 以及藏族和蒙古族的藏传佛教寺庙 而在甘肃省所在的河西走廊 拥有诸多汉唐文化的中原寺庙、楼宇、关矮 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 不同习俗和不同信仰的人 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摩擦、摩合、相互交流和生活 到了清朝同志年间 西北发生了闪肝回变 这一重大民族冲突事件 由于本频道的主题 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 这一历史事件 以西北地方势力首领 马战敖、马海燕、马千鸣归顺青藤结束 以回族为主体的军队也被朝廷所收编 重要人物都受到了册封 这也为后来马氏政权的崛起 奠定了基础 清朝末年 西北马氏就已经形成了 以甘肃的马战敖为首 青海马海燕和宁夏马千鸣为辅的政治版图 到了民国 西北三省的马氏政权 依旧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权 但自身依旧保持相对的地方自治 国民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青海省的地理位置 都以整个国家来说都尤为重要 所以也试图掌控青海 其中最著名的常识就是四马俱孙事件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西北马氏政权依旧相对自治 到了三十年代初 西北马家政权的格局也有稍许改变 青海马家军首领马不方主政青海省 而随着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孙年仲的离开 马鸿兵被中央政府任命为 甘肃省代理主席 马鸿兵的堂兄弟马鸿回则继续主政宁夏军政 以上三人在历史中也被称作为西北三马 而马家军也就成了两大派别 及青海马不方为首的青马 和掌控甘肃宁夏两省的宁马 西北马氏政权自清末开始 长期世袭主政西北 马氏家族中也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 我以后会在人物系列视频中 为大家介绍马家的政治人物 此视频更多是关于马家军的抗战 正是这种有点封建性质的世袭政权 其军队马家军也有着一股独特的凝聚力 和不俗的战斗力 其实到了民国 马家军虽然依旧是以回族为主 但是还是有很多藏族 蒙古族和汉族的官兵 马家军最具威力的是骑兵 马家军的骑兵 在所有试图影响马氏政权利益的内战中 有着不俗的战力 总体上来说 马家军作为一个地方军队 如果不算装备较有简陋的话 其战斗力和气势都不可小缺 在全面抗战期间 军事委员会受与马家军 总共两个极端军级作战单位 宁马和青马各一个 其中宁马以马洪回81军为骨干 组建了第17极端军 而青马被授予了第40极端军的作战番号 宁马的第17极端军创建于1937年 并且番号一直使用至抗战结束的1945年 相比于宁马的第17极端军 青马的第40极端军在1943年才组建 所以番号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 宁马的领袖马洪回 担任第17极端军的司令长官 其堂哥马洪兵出任极端军的副司令长官 青海领袖马不芳自然也就成为了第40极端军的司令长官 马不芳的哥哥马不青担任副司令长官 由于青海马家军的第40极端军组建时间较晚 而且出城参加抗战的部队战比比较少 只有前后组建的战编第一 第二骑兵是两个师级作战单位 所以讲述青马的部分我会使用师级作战单位 青马的战编第一骑兵师 由马彪担任师长 辖属三个骑兵旅 在战争后期改番号为第八骑兵师 战编第二骑兵师 是由后来战编第一骑兵师的一部分 外加青海补充病院所组建的 马璐担任师长 1938年5月 负责义所部的禁随军退守山西本省后 宁马的马鸿兵就任随西防御司令 为了稳住随西以日军为主 猛江为辅的攻势 马鸿兵派遣宁马的第十极端军不防在五元一线 1940年开始的随西战役 日军和猛江伟军集结了重兵 进攻第十七极端军所在的防区 宁马因为一度伤亡太大 不得已撤退转入荒漠 为了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马鸿兵紧急补充兵力 在兵员和吉仰得到补充后 马鸿兵严令宁马的第十七极端军 返回随西地区重新建立防区 且不得再后退一步 此时虽然日伟军占领了一些随西的城镇 但是以为已经消灭掉该地区国军的主力 故没有留守很多兵力 这样的局势也就为后来的五元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0年初 福德义见十击成熟 主动发起进攻 宁马的第十七极端军 有力配合福德义进随军之友军 利用自身骑兵的机动优势与日军周旋 马家军的骑兵成功阻挠了日军的增严力量 后来与猛将伪军的骑兵展开数十次的对决 经过奋力作战 马鸿兵和副作义一同将随西地区的日军势力全部清除 并且光复多座城池 这次在抗战初期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胜仗 使日军放弃了通过随远夺起我西北大后方的企图 至此到抗战结束 日军几乎再也没有派遣任何军队进攻随西地区 宁马的第十七极端军牢牢守护着这片北江 青海马家军也就是青马的第四十极端军方面 客观来说抗战期间派出的军力不多 但是够近 之前提过 青马的第四十极端军在抗战期间 前后总共派出两个骑兵师的兵力出省作战 即暂编第一骑兵师后翻号搞为第八骑兵师 和后来扩编出来的暂编第二骑兵师 1937年9月 暂编第一骑兵师从青海出发开赴陕西 驻防同关防线阳岸增强江防 同时保卫龙海铁路 我记得在同关防线那一期视频 介绍过防守国军的兵力和军种情况 之前所提到的骑兵主要都来自青海 1939年 三边第一骑兵师被调往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四省交界出作战 命得日军包括机械化部队在内的优势兵力 市长马彪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前后夹击日军 虽然在局部区域取得了胜利 大量杀伤了敌军 但骑兵师本身损失也很惨重 又有两千人伤亡 该师的马饼中旅长 力战迅国 基层军官更是损失殆尽 但同时青马骑兵的威名也在中原战场传开 1939年初 在得到补充兵员和战马后 从战编第一骑兵师里扩编出来战编第二骑兵师 由马璐担任师长 战编第二骑兵师奉命回防同关防线和黄河陕西段沿岸 而战编第一骑兵师则继续转战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战编第一骑兵师此后归属第五战区指挥 一直作为机动兵力转战在中原战场各前线 在连年的作战中 因为华中相较平坎的环境 不意高大的青马骑兵隐藏 因此长年来损失很多士兵和战马 但同时青马骑兵的骨很静 也让一向看低中国军队的日军 为其起了个绰号 马胡子军 每当日军提到马胡子军 都犹如惊弓之鸟不敢轻举妄动 可见青马骑兵作战之勇猛 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 藩后改动后的第八骑兵师 随其他友军准备接收徐州等城市 由于地方军队和中央嫡系部队之间的一些偏见 导致最后包括青海马家军战略的很多地方军队 没有机会亲手光复国土 再加上抗战后国内形势并不明朗 马不方随即命令 位于中原的所有青马部队返回青海 就这样 长期转战于中原多省的青马骑兵 就此踏上了回乡的路 至于那些抗战暴国的功与名 留以后人评说 除了马家军这种直接出省抗战的外 西北各地组织起甘宁清抗敌救国宣传团 为了应对日军适当煽动西北民众的民族情绪 西北各地大力向回族同胞宣传抗战救国的理念 事实证明西北驻省的大部分民众 依旧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战方针 将国家的命运放在首位 抗战期间在西北的广大回族民众 虔诚地为抗敌军人祈福 国家的概念在这个特殊时代 不再是一个虚概念 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对马家军抗战历史也没有很深的了解 而且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 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是其负面的信息 大家都知道我的频道是关于抗战历史的 我一直在建立降低政治对我视频内容上的影响 我的视频就是论事 如果一个省份或者一支军队 在抗战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那么我觉得有必要将其呈现出来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点赞支持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见 在下期节目中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